賴總統講這個兩國互不隸屬 千金定義而且我們都要支持 出席民進黨國安人蔡培麗瑩演講 聯電創辦人曹新成一再重申 兩岸本舊互不隸屬 台灣的這個主權不屬於中國 那麼你要一講這個他就說你是台獨 他怕你講這個 曹新成分析中共頒布懲戒台獨22條 意在恫嚇台灣人 如同日前中國網紅入住巴黎長榮酒店 要求掛上五星旗招聚 長榮集團卻在23號發聲明表示 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都是中國打壓手段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那麼這種受到的逼迫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在中國賺錢 冷氣吞聲 錢能夠回來台灣交稅就可以了 這當然是我們國安問題的一環 就是它的核心的本質是 中國要壓縮台灣在國際社會裡面的 這個地位跟角色 國安問題當然也包含中共統戰 曹新成也示警民進黨沒有嚴加防範 民進黨過去八年對中共的統戰太舒服 沒有好好去這個嚴加防範處理 現在這個國會被一些親共的 說中共的走狗把持 這是讓我們第一個要處理的 怎麼辦呢 就是一定要明年搞得把明掉 面對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手段 我國不得不防